嗨各位我是粗心宅男錦川1 今天我不是要來搶曼老師還有肥仔MS的工作的 只是常看我頻道的朋友都知道 錦川1除了鑽頭之外最愛玩的梗就是聲優梗了 剛開始看每一部動畫我都會自動在我腦袋裡開啟聲音辨識系統 來猜到底這個角色是由誰配音的 所以對我是一個超級老鐵聲優迷 今天我要來介紹的就是我入坑動漫以來喜歡最長一段時間 同時也是我最喜歡的聲優之一 早見沙之 早見沙之最最大的賣點在於他成徹仿佛是要穿透人一般的柔和聲音喔 對大多數觀眾來說早見最長階的也許都是那種大家閨秀冰山美人系的角色 例如果青的雪之下血奶魔裂的斯波昇雪又或者爆漫王的亞豆美寶等等 就要跟你想到丁宮會直接想到傲嬌蘿莉 想到松剛會直接想到後宮男主是差不多的意思 可是我想會讓各位感到比較驚訝的是 早見沙之他本人其實… 跟大小姐三個字…真的有頗深的關係喔 嗯…對你們難不曾以為我要說人家真實形象其實是185反過來的嗎 不…沒有…抱歉…事實上 早見沙之的興趣是彈鋼琴、做料理、聽音樂還有觀賞電影超級無敵淑女的 且打從幼稚人開始一路到高中 他都就讀於東京都的百百合學園 這是一間不折而不扣的大小姐學校 對啦這不代表人家家裡就一定跟動脈裡面常見的那種坐禮車開派對小姐一樣家財萬貫 百百合是現實中會存在那種稍微管得比較嚴的小姐學校 而且人家也在高中的時候轉學到一般的高中去了 但是呢這樣有點特殊的經歷也在無形之中 給早見沙之帶人處事的方式造成很大的影響喔 像是小學的時候早見沙之非常憧憬庫魯魔法師裡面 小櫻的家人會用Sakura-san小櫻-san這個稱謂來稱呼他 所以他也要求自己的爸媽用沙之小姐Sauri-san來稱呼自己 結果早見爸媽就這樣一路交到了現在 還有一次早見沙之跟下野紅色公司擦肩而過 喔對補充一下 早見跟下野是在同一間聲優事務所 I'm Enterprise名下聲優 其他還有像丁宮跟日立洋子也都是簽給這一間 I'm瘋人院 呃總之早見沙之當時就很直覺的用了 貴安 狗喜言優向人家打招呼 下野呢也反應很快的就回了狗喜言優 然後下野表示是他人生第一個狗喜言優獎 嗯長達15年的大小姐教育顯然是不會那麼容易被洗掉的齁 當初早見沙之是在電視上看到了奧黛麗克本主演電影的日文配音 一開始他以為是有人偷偷躲在後面幫他變身 直到小學四年級 他才第一次知道事業上原來有生優這個職業存在 也是在這個時期早見沙之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生優 到了2004年 國藝的早見沙之進入了日本播音演技研究所學習 兩年過後順利的通過書佐iMenterprise的考試 接著來到2007年早見沙之作為一位生優 非常值得紀念的第一份為動畫角色配音的工作終於到來了 他接到的角色是Galgan改編的動畫《桃華月旦》的女主角《川碧桃花》 《桃華月旦》這款遊戲有點神奇 他的PC版PS2還有動畫版形容的都是完全不一樣的生優 跟FateClient的差還蠻多的但即便如此 你依舊可以從這部中虧見許多將要形成的早見標籤喔 於此之後早見沙之的職業生涯蒸蒸日上 逐漸進攻主流動畫圈 更是多次取下作品女主的頭銜 然後就這樣到了2009年一部極度重要的作品 呃...對不起 更正對我自己來說 極度重要的動畫《天降之舞》文士了 天降之舞的具體講述說在鄉下小鎮空梅亭的主角櫻井智樹 某天晚上意外撿到了一隻從天而降的愛玩用天使型機器人伊卡洛斯 就此展開與天使眉桐度過的歡樂日常 撿到為何天降豬對景川有個人這麼重要 是因為它是讓我真正意識到 啊...我喜歡看動畫...的一部作品 它當然不是我的第一部動畫 但卻是害我一腳跌入動畫深淵的入坑作 作中《早見沙之》飾演的伊卡洛斯一開始 是一個言聽既從缺乏感情的天然系女主 而看伊卡洛斯隨著劇情發展逐漸在心中培養出感情是作品最有趣的一大元素 同時也是讓《早見沙之》展現自己內斂演技的大好機會 因為伊卡洛斯的感情波動一直都非常的平喔 所以當動畫一來到幾個關鍵的劇情點 它終於展現出一些強烈的感情的橋段 威力也顯得格外巨大 話說這一部在《後宮賣肉漫畫》這個門類中 是極極極少數 沒有爛尾就算了 反而還結局封神的超強案例 大力推薦各位來去看一下 但是很快的彷彿是不想被定型一樣 早見在2010年接下了另一個異想不到的角色 安媚的《星緣林賴》 好吧 安媚跟天相沒意外是我剛入宅那個時期 重看最多遍的兩部作品 所以一定程度的偏心絕對是有的 然而林賴她雖然沒有看過這部的觀眾 應該會直接以為她還是早見藏走那種 清純正統派美少女的路子 可林賴在安媚裡面其實是全角色中 最最強力的吐槽擔當喔 對 身為女主童奶也就是主角的妹妹在學校最好的閨蜜 得知人家原來有不為人知的宅嗜號之後 為了不與童奶拉遠距離 林賴就時常向哥哥請教各種宅知識 而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動漫常有的較為荒謬的橋段 於是她各種一針見血的暴力吐槽就這樣噴出來啦 是的 身學也是有叛逆過的 但說實在 林賴這個角色大概是整部安媚裡面的屬性變化最劇烈的一位 從原本好好的一個美少女到後面越來越往抖S附黑系發展 最後竟然還給我定著在了併交屬性上 不過我想要不是林賴是一位如此具有層次的女性角色 不然也不會有這麼多觀眾喜愛她吧 而早見殺之正式帶出她的多元性的最大功臣 好吧 講到這邊一個關於早見我非常想要強調的一個點就出現了 前面我有形容到早見殺之她本人是名媛學校的出身 而她也將這份氣質這份精實完美的轉換到自己的角色之上 可是 難不成早見殺之就永遠是那一個身歸中的大家歸秀嗎? 不 很顯然 比起坐在太陽灑落窗邊漂漂亮亮的喝茶 這位小姐更喜歡直接把鞋子脫了衝出家門展開一場大冒險 生幽都是怪物 這我想是眾所皆知的事實 沒有一位出名的生幽會缺少駕於任何類型角色的實力 然而能夠和早見殺之一樣每一年都如此規律的做出突破的人 絕對少之又少 從2011到2021這10年之間 早見殺之在穩定每年接一兩個反而已經是拿走絕活的那類角色之餘 也不斷的求新求變挑戰各式各樣的新角色 首先是2012年物語系列的福乃木與節 呃 物語…好啦 我不會試圖去解釋物語到底在演什麼 但反正 早見殺之在裡面飾演的福乃木是一隻天真沒有表情講話沒有高低起伏的童女殭屍 但又很奇葩的是喔 她內心的情緒波動其實跟正常人沒有差太多你們知道 加上物語系列一貫的連珠泡式的超長對話 就這樣造就了福乃木她面無表情卻滿嘴幹話的沙雕情況 接著2013年早見生涯最知名的角色之一 果青的雪之下雪奶誕生 然後她與作品中的另外兩位重要的女性角色 第一 她的小姑 比氣苦小挺的飾演者優木碧 還有第二 她的情敵有比兵結義的飾演者東山奈央 三個人都剛好出生自早稻田這一所在日本算是非常前頓班大學 早見優木東山並稱早稻田三頓…呃 對不對 三學吧 然後2014年這一年早見殺之引發了一場生幽界的奇蹟 人家在日常戲異能戰鬥這部動畫中飾演揭穿鳥子 第七話 一段長達2分半 鳥子的真情告白 堪稱早見殺之生涯最高高高高高水準的傳奇演出 這部動畫在演什麼本身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總而言之 動畫的主角是一個很嚴重的中二病 鳥子殺的又迅然 然後某一天 鳥子受不了出來的中二病整個大爆發了 是是一遍! 死這的不寶妙! yaサム妙! 癖女就痛! 狂的那個很酷! 怎樣才是有趣? 可不太一瞬! 怎樣才有趣! 罪有所有的,怎樣才可以? 犯人是誰? IP! 那是什麼? 究竟融就是什麼? 所以什麼? 什麼? 什麼東西是怎樣? 華麗和善理所為哪不良? 為什麼善理會不好? 為什麼善理不良不好? 為什麼善理不良? 為什麼善理不良? 為何不不要? 自己能不能夠自身為力的不凶? 什麼就是重量不凶? 文字幕作成功 就是 我看就真的有意诶 我已經有意義 說了,就到了 我出生的武器 只是説明 我就不想 proyecto 骊老頭 跟羅羊 specifically 是 荏苑 있고 那些 我不明白 有應該 還有 行的 像 叫 名��면 ど 有 什麼 說 嗎 我不是說我 我不是說我 你這什麼事啊 中二生是怎麼回事啊 來解決了 我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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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君說的意思 只好一件事 這個文章也解決了 早見殺之當時奇蹟似的第一次上場 全程一次都沒有NG就完成了整段的演出 在場的音響監督、對手聲優還有原作者都對他獻上了熱烈的喝彩 不過撇開演出單就那個台詞本身 真的也是我此生看過最致命最現實的一段吐槽你們知道 特別是不能控制力量是有什麼好炫耀的能好好控制才比較帥吧 平時隱藏個屁實力只是在偷懶而已吧 無論什麼事情都全力以赴的人才值得欣賞啊 這兩段我真的是特別喜歡 2015年早見演出了偶像大師灰姑娘女孩的高原峰 一時之間成了當季同仁整的本子女王 一拳超人地獄的吹雪以及山田君與七人魔女的女主白石莉 出演本作的時候早見還自行擔任了第五話Ending Card的繪製喔 是的我們家小姐原來還有繪畫這方面的專長啊 而她完成的曠世巨作就是這張請看 在一次的廣播節目中早見殺之曾表示想把自己的專長從歌唱改成畫圖 但是2015年對早見殺之來說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果然還是人家終於以歌手身份出道了 並於自己主演的動畫《紅髮白血跡》中用上首發單曲《溫柔的希望》當作OP 就此展開歌手之路而且人家還不只會唱歌 連作詞跟作曲也都會自己來相當的負責喔 這我們可以在2018年播出的《骷髏魔法史透明牌》片中看到 早見殺之負責演唱片尾曲 而這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作詞作曲歌都是早見殺之 雖然我當時沒有把透明牌看完 可是這個ED我是真的很喜歡 因為那個作法是真的很神 來到2017年 這次劇集正式出道《桃華月代》已經過了整整十個年頭 同時也是早見殺之作為一位生幽最最大的一個轉捩點 因為光是在這短短的一年 人家要產出了大量突破以往風格的作品 有幾個比較簡單的我迅速剪掉的首先是博人傳 名人跟雛田的第一個女兒漩渦向日葵 這次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蘿莉 還有一個是3D動畫電影《幹糟糟》中的其中一位女主角蕾嘉 這部的原作細部你看完會覺得 幹我剛看了三小的獵奇漫畫 但即便如此 本作的賣肉場面依舊可以說是老饕之選 黑膠緊身壓死 好 那現在留到最後的兩個我認為早見殺之在2017年最出彩的兩個角色 甚至可以說是人家生涯最具代表性的兩場演出 第一個是 狂賭之願是MAPA推出了一部相當異色的演繹 也不是 賭博漫畫 其中早見殺之飾演的女主角 蛇餐 蛇食 嗯 孟子 是一個表面上看似和哀可欠可殺的真面目 其實是一個好賭城市的狂人 在前面提到的幾個角色中我們已經知道了 早見他非常的能收能聲 不只矜持小姐姐連無敵外放 把情感用最赤裸的方式攤開來給別人看的人物 也有辦法完美詮釋 但如果人家把這兩個面相 兩邊都推到極限然後再印給他貼起來呢? 嗯 這又是早見殺之飾演的孟子啦 平時人家溫柔有理的招呼 賭命時感受到的陶醉與暢快 以及真的是你蓋蓋起 會從四面八方露出來的色氣 全都是早見殺之at her best 某種程度上你甚至可以說 要不是由他一路飾演過來的角色 什麼靈賴 鳩子 桃花 生雪 不然今天狂賭之願的孟子 絕對是不會有如此高的完成度喔 而如果說孟子是早見職業生涯的極大成的話 那第二個2017年他配過的角色 則是他至今為止都沒有做過的一個全新的挑戰 生枝型的西宮蕭子這個角色 對任何大佬來說 都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 因為他基本就是問了這些靠聲音吃飯的人說 欸 你們來演一個一輩子 從來都沒有聽過聲音的人好不? 天生失聰的蕭子為了跟班上同學一樣能讀課文唱歌 非常努力靠讀春雨來學會說話 但是你今天連自己的聲音都沒怎麼聽過 是可以學得有多好呢? 於是全片蕭子發出了全新一些不太像正常語言的聲響 而想也知道這些東西絕對不是你隨便一一壓壓個兩句就可以玩似的 啊 你們知道 從這一年開始 《早見殺之》從一個我單純很喜歡的聲優 正式變成了一個我很崇拜的聲優 來到2018年《早見殺之》出演了一部 史上最好哭的青春神作 比宇宙更遠的地方 四人小組的小學妹白石節月 然後《早見》跟其他三位聲優一同出演一檔特別節目的時候 挑戰使用… 可愛玩具 對 沒錯 就是劍玉 然後他用力一甩就差點砸破人家天花板 接著2019人家瑜這個世代最出名的角色問世 鬼滅之刃的蝴蝶人 久住中擁有第二性感聲音 第一當然是生年組長 不要問我為什麼 的蝴蝶姐姐一出場就滿足了眾多解控鬼滅粉 例如我 長久以來不被滿足的需求 很快的來到2021今年 《早見殺之魚》前線奮鬥長達十多年 至今為止 真不見其停下腳步的跡象 而就在不到一個月前 一則核彈級的重大消息 於ONE PIECE的官方頻道上發布了 新角色 大河的聲優 確定將由《早見殺之》負責現身 好吧 海賊王裡面壓根不缺大牌演員 這應該用不著我解釋 但誰不大肆宣布 為何偏偏就是這個大河就像這樣 昭告天下呢 原因我想各位海米應該是不會不清楚哦 是的 歷經了長達十年以上的奮鬥 今天《早見殺之》 成功加入了傳奇海賊團的行列 而且沒外大河會是草帽的最後一位 傳源那個重要性更是可見一般 然後給《不認識》的同學解釋一下哦 大河是四皇海盜的兒子 結果其實是女兒 個性屬於那種 極度經過不讓虛眉的強勢妹子 所以對《早見殺之》來說 又是一個相當嶄新且有屑挑戰 窈窕淑女 冰山美人 五口天使 並交戰神 炎翼女王最後是惡鬼的女兒 在我心目中厲害的聲優很多 而我通常也只會以對於生仙的喜好 去決定天愛的對象 可是這麼多年下來如此有意識的 每一年都不斷嘗試突破自我的聲優 我左思右想之後 除了《早見殺之》之外 好啦應該是有別人啦 但給我自己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永遠都是《早見殺之》 你們知道人家大可以就把自己定著在一個形象 然後單靠那個形象無止境的一直混下去 一輩子當一隻聲音好聽 玻璃貴重的洋娃娃 然而《早見》依舊選擇了冒險 就如她當年一間名門女校不好好讀 將來不去當個分領族領穩定上班族的薪水 而是毅然決然的投入生幽產業一樣 對 她是一名小姐 可是最讓人刪腦筋的是 她也是一個冒險家 基本上上了海賊船之後 因為海賊王動畫撥印的關係 你就必須做好局務 說大概接下來這四年 這個角色會每週持續不斷的糾纏著你 當然也許大河最終還是不會上船 雖然爭辯這樣的話我會蠻不爽的 不過無論如何 就讓我們繼續跟隨破天荒大小姐 《早見殺之》的聲幽之路吧 好的 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錦川儀 這是本頻道相當覺得紀念的第一檔聲幽介紹的節目 對不起啦 因為我向來比較窄也比較囉嗦 丟給各位的東西就做也比較多 然後一樣只要反應夠好 那下一集離各位就不會太遠啦 我是錦川儀 我們下部影片見